杭州小伙李章达是一名80后宠物标本制作师 他步入这个行业也是机缘巧合 李章达养了10年的宠物狗Milk在2017年因癌症去世 他把狗狗遗体送到上海制成了标本 而他自己也因此对宠物标本制作行业产生兴趣 如今Milk被安放于专门定做的玻璃罩子中 成蹲座状,眼睛微微闭着,感觉像一直在陪伴李章达 我叫李章达,我是一家宠物标本工作室的主理人 在第二次手术即将要走的时候 我就觉得现有的形式一时都没有办法接受 包括现有的有火化、骨灰做成钻石的形式 最后我们把Milk送到了上海的一个标本室 等了差不多半年时间 现在我还把Milk放在家里 感觉他好像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一样 自Milk被制成标本后 李章达在工作之余潜心学习宠物标本制作 宠物标本制作包括几个复杂的工艺 剥皮、整形、支架、防腐 为了使宠物标本看上去栩栩如生 骨架的制作和标本的填充都需要十足的耐心 李章达曾经制作了一个刺猬的标本 这是一个学生的宠物 当宠物标本感动到主人的时候 对他来说也实现了从事这个行业的初衷 当我们把刺猬标本交到他手中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他流露出的是非常欣慰的一个状态 我们的客人一般都是通过淘宝和线下的一些展示活动 联系和找到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客人最后也跟我们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宠物标本制作工艺不仅复杂 制作周期也很漫长 一般的宠物标本 李章达他们两个人需要花四到六个月的时间制作 如今他们手头积攒的订单有十个左右 越来越多的爱宠人士也开始选择 将过世的爱宠制作成标本 让他们继续陪伴自己 标本的制作本身是一项非常理性严谨的过程 在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各种程序背后 其实是主人和宠物之间的一种感情 我们希望这种感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继续延续下去